首先,交代一下林康正和賢仔 他們到現在還未出來 昨晚應該是十點多鐘 他們在做直播途中被拘捕 當然,這個我是很有心理準備 忠然他們經常覺得自己怎樣聰明、怎樣避免 因為有些時候,不是你覺得聰明 或者你說你的邏輯就可以避免 當然,林康正已經很懂得走位 但有時候,已經不讓你走位 被捕似乎都是做前線記者的必然命運 要這樣說 整個直播團隊,我一直沒有參與 為何我不參與,是否我害怕呢 其實我也害怕 但我個人有一些特別性格 就是我越害怕的事情,我越去做 而且我一去到現場,我甚麼都不害怕 但為何我不去呢 其實純粹是工作大忙 而且體力已經不同以前 不跟林雞幾年前 第一,消傷很多 突然說一說,原來我們南花已經是七、八年前 那時的體力跟現在又是不同的 七年 你要我現在不用衝 你要我現在就這樣去跑 或者就這樣站,站到十二點一點 其實我都真的有點有不大 叫你肥很多 是啊,就算不說肥,你自己的年紀大了 真的不是穩穩積口 但是對於這一班義務工作的同事 義務工作的同事 或者林康正 其實我一直都是 我不想阻止他們去採訪 但我是拖示到危險 而當有一天我發現 很多前線記者已經走得很前 報導得很貼的時候 其實我是不斷考慮 這個是不是需要呢 因為既然有這麼多人走到這麼前線 OK 當然,你說當日我們走入二波方 就是我們率先了 卑里馬目的團隊 但是自此之後 媒體那種競爭 以及要將真實呈現給大家 大家是不經不覺會走越前 因為作為第四權 就算警方或者香港特區政府 不承認我們這些網台 是有監察的能力 四凱最好 他作為一個新聞工作者 在我自己的Believe自由社會 我們既然有這個基本法 保障了我們的言論自由 新聞自由 以及採訪自由 各樣集會自由 我們當然要行使它 莫說我是一個網台 是一個有這麼多人訂閱 有這麼多人看的網台 就算我是一個個人身份 我仍然認為是可以 以我的認知 自不然我是可以去採訪 當然可以 絕對可以 這個是他們 警方或者香港特區政府 對我們的認知 他們都不是不認知 不過是要拿著一些權 應該說是整個政府也好 或者是整個社會 因為互聯網的發展 這十幾年實在太快 根本跟不上時代 是根本跟不上時代 完全法律跟不上時代 跟這些情況 其實在美國 歐美國家一樣 有這樣的出現 但是歐美國家 可能是基督教文明 人家會體諒到這件事 但香港中國人的事 不如會體諒到這件事 總之非法自由 抓就要打 甚至乎有很多人會這樣說 哎呀怎麼說都好 犯法就是犯法 其實是一個大國人的想法 我覺得這樣 其實如果在這次運動 或者我們現在眾觀中外 其實很多類似我們 《啤梨漫博》的媒體 發揮那個對社會的監察力量 是比主流更大 甚至乎不枉多樣 或者甚至乎 我再說低一些評分春色 你說如果在香港這次事件裏 我絕對覺得 我們這些網上媒體 絕對不會落後過 所謂主流媒體Now CVB那些都不說 我們是不會落後的 大家甚至乎 例如林康政他們在外面 這半年以來 大家甚至乎 例如林康政他們在外面 這半年以來 跟那班記者 其實也有一定的交情 互相借片 譬如我們有很多獨家片 都借過給其他媒體用 如果你說我們這樣不是媒體 所以我的確是令我覺得很可笑 林康政和賢仔在直播的時候 沒有任何非法行為的時候 被拘捕 我現在掌握到的 跟他們一起拘捕 應該還有立場、撩等等 我未認真掌握到 最新消息就是 其他全部記者都放了 有三個未放 其中就是林康政和賢仔都未放人 有三個未放 其中就是 林康政和賢仔都未放人 所以如果網上說他們放了人 那些都是未經過Fact Check的消息 律師見了去 我們其實昨晚已經派遣律師出去 其實昨晚已經派遣律師出去 不願意務律師去幫他們 不願意務律師去幫他們 整件事情 現在因為涉及了司法程序 簡單地說 有很多事情還未方便說 只能說他們是涉嫌參與暴動被捕 涉嫌參與暴動被捕 在這個時勢 我想大家要有心理準備 也不需要那麼擔心 其實被告的 或者被我們認為是亂告的 又豈止是賢仔和林康政 況且大家搞清楚他們現在是涉嫌參與暴動被捕 昨晚可能我不知道 我不掌握到 可能全部人都是因為涉嫌參與暴動被捕 因為下午說了 凡是在理工附近範圍出現 都有可能會這條罪 他現在這樣說 你拘捕人的時候 你怎樣都要拘捕一條罪 難道說你英俊嗎 至於他接著是否真的告 兩回事 或者他告甚麼罪 是兩回事 現在大家不用擔心 因為我們律師都見了我們兩位同事 至於我們《啤梨晚報》 那個直播會怎樣呢 因為林康政較早就宣布了 我們會做到11月30日 其實我跟大家說 我對 我經常跟大家說 其實我從來不看我們自己的台節目 甚至乎我還沒看過直播 我想大家會覺得很奇怪 你作為一個職員 老闆 你都不去看看 因為我實在真的沒那麼多時間看 其實怎樣說我都不知道 但是有鑑於這一個事情 其實我過了今晚之後 我就會暫停《啤梨晚報》的所有直播 直至我處理了一些 我現在不方便跟大家說的法律問題 我先釐清了 總而言之在關鍵時刻 我們作為一個市民 不要說我們是一個有這麼多人支持的媒體 我們是不會缺席的 但是可能會停一段短的時間 然後再用一個什麼形式 再跟大家見面 我們的直播節目 是有些概念的 但是暫時還未跟大家公佈 我亦都希望大家可以給我們一個禁止 可能只不過是幾天 我不知道行不行 我們盡快去處理這些事情 因為林康正和賢仔未能夠 根據我所收的資料 是被放出來 亦都是涉及我考慮的事情 Anyway 多謝大家關心 在奸離例 奮鬥到底 還有些網友問林康正為什麼不在 因為林康正被捕 涉嫌暴動 他和賢仔 我們另外一個《啤梨晚報》的義工記者 我們另外一個《啤梨晚報》的義工記者 兩個暫時還在警署等候 不是荔枝閣 不要說哪間 哪間都沒什麼所謂 反正你們見不到他們 家人都見不到他們 但是律師就見到他們了 安好的 大家放心 好了